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辉立资本组合经理 龙飞云 先谈谈大市 恒生指数已经跌穿了15天线的第四天 在统计学上 大多跌落去15天线 在第10天至第15天才见底 在短期周期内 即是暗示时间枪 在11月11日至18日之间 才能找到低位 如果投资者想买货的话 可以暂时需要休息一休息 不过幸好你看到现象 这几天下跌的情况 成交并没有大增 都是在6000亿附近 所以我们觉得估计不大 亦看回牛熊症 近日熊对牛的比例是1比1.4 即暗示牛仔多些 牛仔多些 即散户看好的机会比较多 即暗示大会要向下刹下去 机会亦大了 暂时看到牛仔比较多的位置 在21900点至22300点之间 我们可以暂时看一看 看看有否支持 亦都看到恒生指数的支持位置 是由put option 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22000点附近 而国企指数的期权里面 亦都看到大约10,000点附近 亦都看到反弹市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挺特别的现象 就是主力升有两只股票 是700和1299 腾讯和AIA 他们占了恒生指数升的点数 是54点和33点 而今天恒生指数升只有198点 即暗示今天 主力是扔着这两只股票 其他股票来说 都不是说升得那么好 暗示我们对后市下调的机会还是多 不过幸好我们估计幅度也不会很大 亦都看看中国的情况 中国这几天的A股市场是下跌 不过幸好下调的时候 成交量是输到6000多亿 即暗示的股票也不是很大 但是少少不幸的地方 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 就是说升市近期 包中升得是不错的 不过不幸的地方 就是Transportation Index 运输指数是没有更新的 即暗示 美国这个升浪是一个反弹 并不是一个新升浪的开始 后市如果照回调的话 我亦都不会觉得惊奇的 好,接着我们讲讲IPO 近期有两只IPO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介的 第一只就是1452 迪洛斯环保科技 它主力来说就是做柴油车 和燃煤电厂的脱销催化剂 大家听完之后 其实不是很清楚去做什么的 暗示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市场对认识极有可能不足 所以上市时 炒的热度 不是会有那么多人炒 希望各位投资者要留意这些点 集资金额是2.6000万 而PE 来说是 11.7倍至16.2倍之间 上市来说 各位投资者可以自然决定 做不做这个投资了 另一只上市就是1556 建业建名控股 主要的业务来说 是做地基工程打装 大家听完之后 其实你看到 它的发展空间 其实不会说是很大 不过增长来说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它集资金额来说 是1亿8千万 上市市盈率 估计是7.6倍至10倍之间 而投资者亦都可以自行考虑 做不做这个投资 是7.7倍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